好 下面我们看最后一个内容 4正定二次行 提起判定 请大家看118页 先看定义 N与二次行 如果对于X非0 一定有XG AX带0 我们自称F叫正定二次行 这里的A矩阵称之为叫正定矩阵 大家正定啊 不要跟正交混了啊 正交矩阵是指由标准正交机拼成的矩阵 而正定矩阵呢 这里有另外一种含义 我通过它的冲药条件给大家理解一下 其实冲药条件 大家知道这都可以当定义的 对吧 冲药条件是定义 这是可以当定义的 哪个最好理解呢 大家看这个 F的正观性指数等于N 你是N元 N个变量 那你的正观性指数是N 意味着什么 各位好 所有的系数全正 对不对 好 那么如果我划成的所有的系数全正 大家简单的理解一下啊 那什么叫正定二次行呢 那就你比如说你划成了 比如说用F等一 比如说啊 你用Y一方加上Y二方 再加上三倍的Y三方 各位你这个是不是叫一一三 是不是全是正的啊 那比如说让他等一 同学想想看 这是不是就一个封闭曲面 这是个封闭曲面 这是一个封闭曲面 封闭曲面干什么用呢 那封闭曲面干什么用啊 大家这里是不是可以找圆啊 这个得跟高等数学结合了啊 说了苏三同学没有学过曲面积分 我们不往下说 那我告诉你的意思是说 正定二次行 它有个好处 令正定二次行等于一个常数 比如说可以啊 有E的常数啊 等于E啊 或者等于C C大零 这个情况下呢 它代表的是一个封闭曲面 在几何上呢 是可以这样理解的 所以正定矩阵 实际上它在几何背景上 是可以构成一个封闭曲面的 这样一种状态的啊 这个叫做正定啊 你从这个理解就完全可以了啊 叫正定 好 那么正观性指数 全呃 正观性指数为N 就是这个F正定的冲要条件 那么还有什么呢 还有对于任意的X不被零 有XD AX带零啊 这是定义了 还有什么呢 还有这个 存在可逆矩阵D 使得A等于DTD 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把它跟底下的连起来 又要跟刚才讲的这个 惯性定理啊 结合了 无论用什么样的可能性变换 这个F画出来的正观性指数 是不变的 是吧 正负观性指数对应不变的 现在一正观指数是N 那么意味着我这个A啊 最终是通过CTAC 是不是画成了什么 那么大家是不是全是 第一到DN 是不是全正 然后再做变量的倍数变换 是不是全变成了E 所以大家知道最终 这是全写的E就可以了 对不对 所以CTAC等于什么 是不是单位正 这就意味着A 是不是可以单位正合同 所以二次型正定 它一个创造条件 是A合同于单位正 对吧 好 那合同于单位正的话呢 这里又有了 那大家想两边同时 你把A解出来了 它就等于 左边乘的是CT的逆 再乘以E 再乘以C逆 看懂没 这两个运算可交换的 所以写成C逆T E不用写了 然后C逆 然后我们另 C逆等于D 所以叫做DTD 证完了 考验不用你证明啊 你知道这个结论就可以了 我呢还是给大家证明一下 这两个就等于证完了 好 还有一个 那么你知道 我们通过正交变换法 画二次型为标准型的 总对角线 是不是都是特征值 所以当你的正关系指数 是N的时候 是不是意味着我的特征值全大于0 这也很好理解的 对不对 很好理解的 好 这是这些 最后一个啊 再给大家补充一个小的技巧 它还有一个通用条件 是A的全部顺序竹子式均大于0 所以啊 我们一共有六个通用条件 顺序竹子式是这个意思啊 给一个方针 大家这样去啊 去左上角竹子式 啊 这算左上角竹子式 这称之为叫一阶竹子式 二阶竹子式 懂吗 就是这不叫K阶竹子式啊 我们把它称之为 就是K阶顺序竹子式啊 或者叫K阶左上角竹子式都可以啊 那么正定二次行正定双条件是什么呢 A的全部顺序竹子式均要大于0 那就是这个算出来的行列式要大于0 这个算出来行列式要大于0 这个算出来行列式要大于0 那么这样的话呢 它也是正定的 这个方法很好啊 这个方法我们在很多题目里用的非常多 那或者大家用特征值 或者用正观音指数 这三个用的是最多的 这是我们说的这个啊 这里当然有一件事要说一下啊 二次行正定 那么它的前提啊 是对称症啊 A等AT 具体型矩阵你不用说了 因为具体型矩阵它给的肯定是对称矩阵 对于抽象型矩阵来讲 你必须先把这件事说了才行 好理论说完了 下面我们来具体看两种题 一种叫做具体型的二次行的正定问题 一种是抽象型的问题 先看具体型 124页 124页 我们先来看具体型 124页 立题6.5 我这个题目啊 给大家写了 所有的方法我都写了啊 对吧 我们一起来浏览一下 好吧 判别二次行的正定性 这里给大家这么一个表达式了 我想对应矩阵很好写啊 它的对应矩阵呢 就是主对角线222 然后把其他的2呢 都分一半一半写在这 这就是我们的二次行矩阵 由于F跟它是一一对应的 所以你看A就可以了 对吧 好 用方法一 这也是我最推荐的方法啊 也是考试考最多的方法 用顺序主子式 二 大于零 一阶顺序主子式 2112行列是大于零 能听证是吧 然后三阶顺序主子式算出来 等于四大于零 所有的顺序主子式大于零 且A是对称阵 故A正定 直接就判断出来了 对啊 很简单啊 很简单 第二种方法 那么也常用啊 你们给位A矩阵了 判别他的实际阵矩 然后算特征值 那么在一简一的行列是 这里 我们算出特征值 一个四 两个一 全是正的 听懂没 全是正的 故A是正定的 F正定二次行 也很简单嘛 对吧 第三个方法 用配方法 配方法 把它配成 二倍的平方 加上二分之三倍的平方 加上三分之四倍的平方 配方法配出来的系数 你看 不是特征值 刚刚说过我们特征值是 411 对吧 但虽然不是特征值 可是 它的三个系数 全正 叫正惯性指数 为N 为3 故F是正定二次行 这是第三个方法 第四个方法的话呢 我们直接配平方 用定义 注意这里的配方 不是我们讲的 配方法里的配方 这里没有要求 是将某一个xi 完全配到一个平方里去 后面的平方向里 是不能含在xi的 对不对 大家 你看 这是这样啊 这个直接配 你看 x1加x2 按道理说 如果把x1配齐了 后面就不能有x1了 可是你看 这里是不是还有x1 能懂吗 这只是凑平方啊 不是我们刚才讲的 配方法 是吧 我们只要把二次行 配成完全平方和 就可以了 这里面大家配完之后 请回答我 是不是就是把f凑成一个平方和 大家知道平方和是不是要大一点零的 听啊 这个方法虽然有点难啊 一般没有人用这个方法 但是毕竟呢 它是定义 我希望大家听一遍就可以了 好吧 你平方和是大一点零的 没错吧 这里头大家注意 如果让f得零 是不是要求平方里的都得是零 这条都是靠过啊 这条都是靠过的 是吧 那么这样的话 大家是不是建个方程组 这个方程组的系数矩阵 行列是不得零 故这个七字方程组 只有零解 我说这个逻辑 你听啊 要让f得零 是不是这个方程组 只有零解 也就要求所有的x都得零 那么这句话 这双条件啊 故只要x不全为零 这个f必然大于零 故是正定二次 听懂了吗 这个逻辑上 是非常有意义的啊 大家把它看一看就行 虽然你不一定用啊 但是把它看一看 这个方法呢 方法四还是可以的 好 方法五 你如果配成完全平方了啊 就是平方核 那么也可以写矩阵形式 这看你矩阵运算能力了 这个平方核相当于像内积 看到没有 一行乘一列是吧 然后呢 你把它写成x1x2x3 这边竖着写列项量 那么中间呢 就能配成 dt乘d 当然这个对大家的这个矩阵运算能力提出了一定的要求啊 这样的话呢 能够写成可定矩阵 dt乘d 我们也称这里的是正定二次型正定矩阵 好 这个方法呢 给大家介绍完了 当然了 我还在希望同学们主要用什么 前三个方法 对吧 这个四和五你不太方便 你可能也不太会写 大家主要用前三个方法 好 下面看抽象型啊 最后一个五 看抽象型的 这个126页 其他这个当作业了啊 120页 抽象型 请记住啊 第一条 一定要先说 A等于AT啊 这个你要验证性啊 是吧 他不讲是十顿阵运 你自己的一页 说 第二步 再用抽象条件 再用抽象条件 我说一下 抽象条件呢 我们一共写了六个 是吧 大家 对吧 一共写了六个 哪个方面用哪个 我还想这样讲啊 对于 具体型的 你用顺序诸子式是最方便的 对吧 大家 然后其次呢 是特征值权大零 或者正观指数 为N 对于抽象型的啊 你的顺序诸子是反而不好用的 对吧 所以这里的抽象条件最好用的是什么 特征值权证 对的 这个可能用的会更好一些 看立体6.8 假设A是对阵矩阵 好 他他说的是A啊 是对阵矩阵 我说你要验证的东西呢 是你的目标啊 这只是前提条件啊 那么 则F为正定二次型的抽象条件是 我直接来跟你分析吧 我们直接来证一下这个 这个里面的问题 你这里能排除的是 C C能排除 负观性指数为0 不对的 负观性指数为0 并不代表正观性指数为N啊 因为可能还有零系数呢 对不对 对大家 存在N节十矩阵 使得A等CTC 不行 这里少了一个C可逆 对不对 对大家 你要去背那六个抽象条件啊 那这个CD都不对的 那AB呢 我们来分析一下啊 我再直接在这儿 给大家写个结论啊 首先 三大运算 如果A正定 必然 A的转制 是正定的 A转制正定 必然A正定 这个是大白话 这也不能考 为什么 因为 是对称矩阵 A等于AT啊 A等AT 这没有区别的 那当然是 废话了 是吧 虎人呐这废话 再来 A正定 和A逆正定 什么关系呢 我正一下啊 说一下啊 一个先说 对称 再用转移条件 我们来正一下啊 如果A正定 大家立即推 是不是A是等于AT的 我们这里有前提啊 正定矩阵一定是 是对称矩阵 那么你先要正一下 两边同时举例啊 那么A逆 是不是等于AT的逆 回答我 这个运算是不是可交换 是不是写成了A逆的T 所以证明了 A逆等于A逆T 是不是说明 A逆是对称矩 这是先说的啊 又由于 A的特征值 全大于零 故 A逆的特征值 那么的分之一 全大于零 有了吧 能听懂我意思吧 这样的话呢 A正定 必然有A逆正定 反过来 显然是成立的 我就不再啰嗦了 好吧 显然是成立的 因为那么的分之一大于零 那自然那么的是大于零 A逆如果是 这个实对称矩阵 那么A逆软也是实对称矩阵 这个都没有问题的啊 非常简单 就可以了 好 下面说 A正定 三大运算嘛 和A伴随正定 是什么关系呢 我们看一下啊 二 是吧 看一下 我这个我就擦掉了 是吧 这个擦掉了 这个就擦掉了 好 我们依然是 先写前提 A定定 那么自然A等于A转值了 那么两边一起取伴随了 所以A的伴随 等于A的转值的伴随 对吧 这两个运算可交换 等于A的伴随的转值 所以A的伴随 视为最先证 没有问题 先说这个啊 大家一定要先说这个 是吧 然后再用双条件 双条件的话呢 那就看这个了 那么A的 那么的全带领 立即推 A的伴随的那么大 等于什么来着 它是不是等于 那么的新 I对什么 是不是那么的I分之 那么的E 乘到那么的N 还记得吗 是不是那么的I分之 A的行列室 A的行列室 是不是特征值连成绩 是不是也一定全带领了 对的 你这个那么的全带领 你每个都正的 你除以一个正的 层上都正的 除以正的 当然大领了 故 A证定必然 A的伴随是正定的 能听懂意思吧 反过来呢 反过来 我说一个例子 你就听懂了 那就不一定了 为什么 你比方说 A的伴随的特征值 全大约 我举一个例子 你三线 比较三线举件 那么 A的特征值呢 是负1 负1 负1 那我问你 A的伴随的特征值是多少 是不是负1 乘负1 乘负1 是不是这个行列 是等于负1 但是你不要忘了 你再除以负1 是不是一定等于1 因为你每次除的负1 都是一样的负1 是不是都是1 所以你A的伴随的特征值 全大约 但是A的特征值 是不是全负 完全可能的 故你的往回推 是推不回来的 对了吧 所以书上给大家下面举的例子 也就是这个 你看 是不是这个例子 A的特征值 如果全负1 能听懂意思吧 A的伴随的特征值呢 全是正义 但是A的伴随是正定矩阵 可是A不是正定矩阵 所以呢 A的伴随正定 是推不回来A正定的 这个结论就有了 所以答案呢 这个选的是B 创业条件是A逆 正定就可以了 对吧 就可以了 所以呢 我们在这个证明的时候的话呢 一个先说 它是 这个正清正 第二个呢 用创业条件 这创业条件最好的啊 大家还是用特征值 全打0 来说这个问题 比较方便 对吧 比较方便 好 这个 时至今日啊 我们把代数的基础阶段 就给大家全讲完了 希望同学们呢 能够把第一讲到第六讲 认认真真的啊 把它巩固加强 打好基础 我们来迎接强化阶段的 现行代数九讲 那会是 在基础夯实的基础上 那会是行云流水 令人拍案的 现行代数九讲 期待着你们 打好基础 我们强化阶段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